欢迎大家收看今集的《组织先机》 赛事来到第十五个回合 今次就说这么快来到十月尾 十月三十一号来着星期日 有十场的谷草日麻 就是贵来的两次其中之一 还有一次安排在二月份都要谷草日麻 今年都少有点 采用的赛道就是斯加三难转斯加六弯 由于就有这个月阳转播在两点八个字 就会转播这个日本秋季天皇上 所以香港这边开跑时间都会早一点 就是十二点九就会开跑头场 那如果想入场的马迷 记得都注意到地点就在跑马地那边 那先有这个退出马 先跟大家讲了先 就是八场一战红三千 近日都还在跳 结果就有点事了 补了一只靓虾女进来 骑士都是霍宏星的 排了个大外当 另外骑士的形势方面又怎样呢 由于今次就有好几位骑士停赛 所以大家看来骑士表 它又很特别的 你看彭国连休息了一个月 受伤了 复出一只马跑 刚刚谷草起妈的马雅 没有马跑 但骑士就谷在前面那些 就是立了坐骑 所以我自己都选了潘顿和巴道 首先它们跑九只 也有很多实力马在手 但你留意今次的华将 那些实力马都挺好的 比如蔡明啸 梁家俊 何宅 都可以争 所以我觉得今次骑士王 又不止于一面倒 刚刚星期三 骑士王就是梁家俊 停赛 骑士有哪几位呢 先跟大家讲讲 班德礼亭赛 莫雷拉 史卓峰 杨明伦 令他弄傷 就是黎海荣 其实骑士方面 就听你所说 就会这样 看看廉马斯方面 其实今次都很军事 我看回 始终谷草日马 未来的赛事安排 有时你转了泥地 又要转冬草 可能就会有这些影响 所以有时有些报名 有些场合会 挫折一堆去报 选就选了 罗富泉和沈习成 都不逐个数了 因为这两个马房 其实出马 或者近期的首风 都算是挺好的 罗富泉 沈习成 丁冠豪 你跑到泊谷 就霍利时 你沙田都好像 不是怎么需要 预霍利时 还未开齋 继续数 由苏保罗 可能真的要一些 很冷才开齋 都不知道是不是 其他那些 其实就真是很均勢 不过印象中 我常记得 就是跑马地日马 好像整天都爆冷 看看今次会不会是这样 不过如果你拿回 之前说九月二十几日 那时 试过用这个栏的时候 其实放头马都很行的 但是你要知道 有些马跑日马和夜马 那些尤其是较为新的那些马 可能情绪 或者各样东西 运过去的时候 是怎样的 临场也许车球也很重要 到时再自己继续 特别东西不多 看嘛 由第一场赛事看起 五班一六五零 fit的那些 就整天都fit的 这些 二 五 七 配备变动三 头罩有 交叉被窟有 重新绑你 另外六 错大交叉被窟 扎你照九 另外八 这只叫做非凡魅力 他就除了个眼罩 初大面窟 什么都要试一下 先看这只走黄烈炎 很多人都会抓住 上季五月份的时候赢得很厉害 放头 自己做了时间 一放到底 那的确是 但是要因应他年纪十岁 但是这样 他保养算是挺好 那你试这个例集 其实都会是较早的时间试 这个例集已经是 因为试完这个集之后 他有较长的时间 再给他去做功夫的 还求什么进步 希望四个五 吃到一些级数 这样的 是 不过大家留意 他在九月十四号试完集之后 就在九月中 譬如十七十八十九 那些就放慢了一些功夫 所以大家都看到有个缺字在这里 六月份跑完到现在了 今季初出 好 接着这些较为年轻一点 聚手感重一点 就信心满满 不是今天好的 之前跳都是这样的 我不会说因为四降五 进步 这种也是另一种 洛斑马 他也频频拍跳 不过拍摄 见真他都是拍书 落后的那种 所以这些马都要先看一看 遮住了他 其实是在玩你 好 总统之声 走掉了都应该问题不大 那里就 因为今天是星期五 没问题 好 看看这一只好有无敌 赛前也弄了个集贴栏 第三 包了尾 尾三 那只就是辉煌巨星 他都会在这一场跑 那辉煌巨星就试出这些杂 不论在香港好 松化好 他都是顺势跟的 骑士也都没有特别去迫 去骑 那就顺走回来 那只好有无敌 就今次加强了避战 最后试了这个集 那他相对就试得比较好一点 第二位回来的 那说真的 黎海荣上季一季赢多少场 那这些马去都能赢 那当然是希望他继续好下去 那也都证明他真的是 在五班他有一定的威力 大集又有 原本想要莫里拉 不要紧了 那现在填泰安 好了 这只就继续都是 就是抢口难留的马上喝彩 你看他的脚 弹出的前脚是出得很直的 那令到你这些脚弹得很高 那摇高个头 那整个动作呢 他是急的 即是急口的马上 之前都没有这个交叉避孤 都是扎利捉运的都不行了 好 尖子 又说货货都很聚首的了 都已经引死了人 即是吸引人很多次了 早上就真的吸引眼球 这只就非凡魅力了 那也是他状态快跳 就没什么太大的不妥的 雜伤就大家都知道他有问题了 所以近朝他也拍了个小集 跟他的那些就很多都不妥了 他一开集就这样 好了 卖边有力 中间又有型有福 外面那些齐齐有福 这些有力呢 其实我看他这么多次 他一拍就转单跳 因为他有点厚 他不是很差的 再来就休日拍跳 他也带了个鼻孤在内乱的 更惊就隆来了 他都今次落手做些功夫 连续拍了几货 对比之前的上名 他还多了拿手做 不过他也不太规矩 想着他上次不行了 转弯退下来 他又骑回上来 是 正义区 他拆了你 这次赛前 可能那些马 那些呼吸 或者玩你 顶顶顶顶顶 那些会好些 他真的走得好了 又去拍杂 好 接着看这只辉煌巨星 亦都是试完集出来的 最后试跑 就是昨天早上的 货货都差不多了 讲讲时间 走规都保持了 好 坚尼地 这些是重化的了 长期都整天都回去了 他好像没有之前 那么猛那么疯 不过都是 真是五班的能力 要看饭吃饭 补出的时候 你们要收拾什么档 各样东西 这只华美福星 都是一些重化兵来的 跳下就越试越慢 有点立脚似的 所以他都上来跑一里 但是都要补出才算 后备二 头场的赛事就五班1650 这一组 看上去都比较和妥一点 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码 特别说硬正 可以握得做胆那种 四号总统之声 希望他今早那个内圈走掉了 问题不大 因为让他跑 赛前我见他跳草地 他都是这样 冷性很重 粒粒地走 我觉得他都是这样的形态 相对较稳健一点 另外就譬如一号的 爪王烈焰 我觉得这些码 他会接近的 但你说要搏V 背重磅 我相信他后缀了 我觉得他狗档 未必会走 应该会难赢一点 其次就五 好有无敌 都是一些做足功夫而来 抽到田泰安 因为刘海荣弄了 之前莫雷拉又停赛 所以结果 益了他 看看是否真的益了他 早上见试杂 就试得挺轻松的 是啊 其实都均勢的 好像很简单 那只什么 俠金王 我记得上一次都 都个个都会觉得 跑对了 我都觉得是 我好像冲下去都是 差不多 有时就是要撞对手 其实你们都不是很擅长的 只要跑对一点就行了 我觉得四个五 你这里围住了三只 一号码就 我觉得还没够 又今季初出 变了二号码信心满满 由以往好像健康 好像山仔堡一些 早上跳他很厉害 很行的 现在跑得翻 现在顾问论 怎么也好 你四十一分 跑长沙田千二 全心落斑 或者怎么也好 现在他是保持得到 那衣扬或胡佬 可能真的放回潘顿下去 我觉得是高一点 其他码 二选 四 总统之声 会赢就会赢 这些码 又维持住 他不要被他瘦 那些码是钢条形的 他一向都是这样的 神速是懒弱弱的 另外就是五 好有无敌 其他的码 我觉得南蛮 就想想想九 十一 十一我觉得 这次赛前 那些码跳得 可能配备不同了 那些码好像上厚一点 走得好一点 还有 撿了一档 有些吸引了我 我就围住这个框架 到时再撿